綠色這台 兩年 綠色轎車前後都沒車牌 車身上厚厚灰塵 擋風玻璃堆滿落葉和垃圾 輪胎也破了停車殼地磚 雜草重生 聯絡警察 然後警方這邊也是有通 他查引擎號碼 他那時候電話一直接不通 嘉義市立棒球場免費停車場 轎車一停就是兩年 管理人員1月貼公告要求開走 但車主完全不理 準備找吊車來移車 但看到車窗白紙 七個大字只能放棄 由於公有免費停車場 不是道路 現有法規竟然無法可管 轎車也成了 市立棒球場最強兵子戶 真的很沒功德心 由於電影卡納大賣 棒球場成了觀光景點 假日停車位一位難求 卻被無牌轎車霸佔兩年 經車主到場之後表示 就是該車目前車牌是註銷的狀態 將於近期修 將車輛修復後再次領牌使用 車主說車修好後 將重新申請車牌 再把車開走 什麼時候完成不知道 警方也說移車如果沒有據為己有 就沒有切到問題 車主報案也很難成立 但公有免費停車場 本來就是給民眾停車 卻有人罷停兩年確實觀感不佳 記者厚文嘉義報導 記者:「以下主報的話 感谢观看